啊 君剛的旋律真的太治愈太好聽了 是的 是的 還有剛剛有沒有注意那個彈吉他的老師 他就是詞曲創作者 井上聖二郎老師 是的 非常感謝你來到現場 大家今天真的是賺到了呢 對的 我覺得現場的粉絲朋友們 非常非常的有耳福 那麼呢 在我們第二現場的 Fan Meeting開始之前 我想呢 我們先互動一下 你最近有沒有聽說過一個流行詞 什麼什麼 肥宅快樂水啊 肥水快樂宅啊 那我想一下 那我就是愛貓快樂宅 肥貓快樂宅 你是螺絲粉快樂宅 肥肚子快樂宅 但是我最近還聽到一個非常流行語 你知道叫什麼嗎 Namanana 聽說我等一下如果喊出這個流行語呢 我們今晚的主角就會出現 哦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喊出這個咒語好不好 3 2 1 Namanana 歡迎一星哥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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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嘛 就是一星哥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就是那個Namanana就是什麼意思啊 Namanana可以代表各種各樣不同的意思 比方說今天你心情好不好 啊我今天心情 Namanana 比方說今天你如果有些悲傷的話 他也可以就略帶悲傷說 Namanana 有點可惜嘛 那其實我挺好奇我們一星哥能不能在鏡頭前面就是好好的表現一下 開心版本的Namanana和悲傷版本的Namanana 就比如現在是不是 Nam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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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也蠻好奇這個靈感來源是什麼地方 是來自於一個動畫片 獅子王這個動畫片 然後彭彭跟丁板不是說 Haku Namatada嗎 代表拋掉煩惱 然後無憂無慮的感覺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夠開發自己的想像 比方說 比方說有一種詞會叫做語氣助詞 比方說 可以用這種A B B的形 A B A A的形式 就是 就變成 就比如說我今天跳舞 我就看一星哥跳舞 跳得太棒了我也想跳 可以 就比如說生活上都能運用到 可以可以 對 要麽就Namanana 要麽就A B A A的這種形式 對 剛剛你帶來了孟不落語靈的首唱 有什麼感受跟我們分享一下 首先非常感謝 Yobank的舞台 然後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謝謝所有的粉絲 和優秀的主持人們 對 謝謝 好 其實說到一星哥這個孟不落語靈的專輯 就非常非常的厲害了 來 我要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張專輯 10月19日 夢不落語靈在 TNE三大平台全線上線 49秒內達到了 鑽石唱片銷售紀錄 11分11秒完成雙鑽唱片 是的 目前這張專輯呢 在 TNE三大平台銷售量已經破 77萬張 而且一連打破9項紀錄 成為QK音樂平台最短時間內破認證最多的數字專輯 取得這樣的好成績 哥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用心做音樂 用心去聆聽大眾的聲音 然後做一些好的結合 做出一些好的MPUB的概念 對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希望大家真的會喜歡這張專輯 對 好啊好啊 哥既然賣得那麼好 我們還是要給粉絲來一點反饋 我覺得是這樣 好 不如我們在三大平台裡面 各抽取一位 送出你的簽名照片好不好 好啊好啊 好 那我們讓我們 讓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首先由酷我音樂開始 好 好 等一下 你來喊停 我們一心哥喊停的話就可以 對 那我叫Namanana就停下來好不好 好 Namanana 恭喜這位3672來自酷我音樂的朋友 謝謝你 這個念得很爽 像咒語一樣 來來來 再來一個 酷狗音樂用戶 好 Namanana 來恭喜12511 這位來自酷狗音樂的用戶 謝謝你 最後呢 我們QQ音樂平台購買專輯的朋友們 最後一個獲得獨家簽名照的 幸運而又是新的 哇這個好厲害 這個數字有點大 哈哈哈哈 Namanana 哇 恭喜這位 379094 這位來自QQ音樂的朋友 是的 非常幸運啊 也謝謝哥 希望你的專輯越賣越好 謝謝謝謝 大賣大賣 當然呢我們有你音樂榜樣 這麼精彩的節目 絕對是驚喜不斷 下一個Session舞台又是誰呢 trov一下 不用了 努力 成功 對